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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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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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停靠台湾的港口了 就是说 甚嚣尘上 总而言之是 从来没有这么露骨 这么直接的 这么插手和干预 台湾的选举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 已经不是 简单的蓝绿对决了 是台湾的民意 和美国的 这个干预 这样的一个对决 最后一个结果 如果是 不知道能不能 做这种简单的结论 说如果是 蔡英文赢了 那是不是就是 美国干预的成功 那么 这个韩国瑜赢了 那么就是 美国干预的失败 不知道能不能 做这样的结论 恐怕有点难下 这样一个结论 原因是在于说 民进党对美国 是一面倒 是 但是国民党 也是高度的依赖美国 是 对 所以在依靠美国方面 国民党跟民进党 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政治来讲 没区别 只不过 国民党还重视 两岸关系 对 而民进党 在两岸关系上 现在全方 所以不愿意回到两岸所达成的一个政治默契上面回来 所以一面的 也就是说我的问题是 民进党高度的依赖美国和美国这样不加颜色的干预台湾 会不会让台美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主轴 盖过了两岸关系对台湾影响的主轴 换句话来说 民进党会不会因为过分强调对美的关系 而赢得台湾明年的大选 民进党蔡英文他们是这样想的 只要有美国的支持 而且台湾这么多年来 李文化包括主帧提到 这个国民党 它骨子里面也是依靠美国来 不说对抗大陆吧 其实作为和大陆交往的一个筹码 起码也是跟大陆交往的一个筹码 起码是筹码 但是这里头 所以我就 我只能说我怀疑 就是说 国民党这次看到选举难度这么大 却到今天为止 仍然不能让大家感觉上 就是岛内的民众 特别是支持泛兰民众 说真正感觉到泛兰确实是团结一致 这里有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比如说像朱立伦 像王金平 像国民党其他的高层 仅仅是包括吴伯雄 不是吴伯雄 是仅仅因为选举的个人恩怨 而不愿意团结一致 我个人觉得不那么单纯 这些国民党 你说单纯 其实让我想起到 吴敦义对两岸关系的 国民党两岸关系的定位 和韩国瑜 他的两岸关系白皮书的定位 他们俩定位是一致的 他们俩的定位 是在一中各表的原则下的 九儿共识 以前台湾在马英九选举 再早之前的国民党候选人的 选举当中 没有前面这个一中各表的原则 他可以去强调一中 但是他不能把一中各表 强加于九儿共识之上 而现在的国民党是把一中各表 强加于九儿共识之上 当然他的说辞是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到选票 是台湾民众看不懂听不懂呢 还是说真的这是台湾政治现实 这是政治现实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民众 现在应该说 没有强烈的 最终统一的愿望 还是希望 所谓泛兰就是反对民进党这一派 就是民进党是走一个极度 或者说是 所谓切尖长达 所谓的 这个 暗毒啊 就是 但是他最终推动 统一 最终推动台独 所以有些 包括中国大陆一些 对台工作人员 他们始终觉得 蔡英文是为了讨好 民进党的极度势力 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清清楚楚 记得 蔡英文不止一次 至少两到三次 清清楚楚 讲明推动台独 推动建立台湾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民进党人和这一代台湾人的历史使命 这不是讲给别人听的 这是他的真正骨子里面的政治立场 或者就两岸 关系两岸发展的一个最终的 这个 起码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他心中的一个阻止 那他对身不图呢 你既然那么坚定的政治语练 读就完了 这里头就是 他们依靠美国最终得落空在哪里 就是在今天美国高调的 不加掩饰着 非常露骨的 为民进党站台的同时 美国的国务院士 发言人还是什么 在最近又讲了一次 说我们不认为台湾是个国家 中美关系仍然建立在 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 所以就美国至终在台湾问题 在两岸问题上 始终没落入一个被动局面 始终不可能为你 最后为你民进党 或者为你台湾所用 美国是在用台湾 而不是在为台湾所用 这一点呢 民进党不是出于一厢情愿 就是掩耳盗铃 至于国民党 我刚才想要 我们把国民党放到后面去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呢 我们再请刘先生谈一谈 为什么国民党的选情低迷 仅仅是因为国民党不团结吗 显然不是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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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